哈喽亲爱的朋友你们好 欢迎你们来到JC的占卜世界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大众占卜是 让我们通过牌卡来看一下 未来我们和谁会结婚呢 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见四种人 第一种就是我们自己 第二种就是我们最爱的人 第三种就是最爱我们的人 第四种就是与我们今生共度一起陪伴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用三幅塔罗牌卡来看一下 我们今生共度一生互相陪伴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一种性格特质 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关于未来的结婚对象 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好吗 那这边呢给大家准备了三组塔罗牌组 每组都用的不同的塔罗牌卡 左边呢这是第一组 中间是第二组 最左边是第三组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为了跟牌卡进行一个最准确的连接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仪式 请大家闭上眼睛 深呼吸 调整呼吸频率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也给大家一定的时间进行一个冥想 虽然说是浅度的冥想 但是呢可以让你完全的放松 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呼吸上 调整呼吸频率 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 亲爱的塔罗牌 请给我关于我未来结婚对象的讯息 感谢你们的指引 好 当你睁开眼睛 看见的那个方向 就是那一组塔罗牌 要给你的提示讯息了 那我这边呢 将从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的顺序为大家读牌咯 哈喽 亲爱的选择第一组牌卡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你会和谁结婚 首先 未来你的结婚对象呢 他是有牛的品质 这个人呢 他是那种给予无条件的爱于恩典的人 所以他是有很有责任心的 被解释非常勤劳的一个人呢 他会在家庭中 会在自己的事业中呢 任劳任怨做好自己的角色 同时有时候呢 他也会比较固执 但总体来说呢 他是很能吃苦 并且呢 是可以在未来成为人上人的 这样的一种人呢 他是很有这种上进心的 他很努力的去创造生活 很努力的去创造财富 在自己的家人中 他都在自己的家庭中呢 也做好自己的角色 并且对于自己的家人哦 他是完全有奉献的 爱的精神的 是非常好的一种品质哦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塔罗牌 第一张牌卡是 五角星三的逆位 第二张牌卡是 宝剑王牌的正位 第三张牌卡是 圣杯三的逆位 第四张牌卡是 圣杯八的逆位 第五张牌卡 权权骑士 第六张牌卡是 圣杯 那从这些牌卡呢 我们可以看见哦 这个人呢 他不太喜欢喧闹的场所 他不太喜欢这种酒肉狂欢啊 或者是不喜欢派对啊 不太喜欢那种非常热闹的氛围 不太喜欢喝酒 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放在这种喧嚣上面 放在这种玩乐上面 但是呢 他会脚踏实地的生活 他有自己的固执 有自己清晰的想法 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他会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划去 创造他自己的 建立他自己的人生目标 他并不是一个会随波逐流的人哦 他有自己的人生准则 有自己的行事作风 绝对不会受到社会的摆布啊 绝对不会受到别人的干扰 他希望呢 自己的人生自己说了算 自己做主 所以有时候呢 可能他会有一些 脑筋转不过弯的状态哦 就是没有那么的圆滑 但是呢 他诚实 但是呢 他有自己的见解 他有自己的想法 是非常有主见的一个人 他这个人呢 是非常务实的 并且呢是很公平公正的一个人 他不会说是偷奸耍滑啊 或者是耍一些小聪明啊 耍一些小青鸡啊 他是有一说一 有什么咱们就在台面上讲清楚的 这样一种状况哦 他会站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而且呢 一旦他确定了自己的目标 一旦他确定了自己的梦想 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绝对是 即使撞了南墙都头也不回了 他会去付出自己的行动 直到确实是没有办法再坚持 没有办法再去行动的话呢 他才会转其他的思想 所以有时候呢 他会是那种满冲直撞的行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呢 他都是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是在一个比较节制的状态下的 那我从塔罗牌呢也可以看见 你们还有可能会在一个 比较无聊的聚会上遇到 可能呢 那是一个你不太想去参加的聚会 气氛呢是蛮糟糕的 蛮无聊的 你自己呢也感觉到无所适从 不知道应该去跟别人聊天吗 还是说就自己站在原位呢 等等的 可能与你呢 会有这种相同感受的他 然后你们有这种能量磁场上面的连接 两个人都觉得这种聚会是超级无聊的 所以呢 可能他就会上前来与你搭讪 然后你们的缘分就由此展开的 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很有可能呢 是他主动来与你进行一个认识的这种条件下 然后你们进入到开始聊天开始认识开始接触 当你们聊天之后呢 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蛮有意思的 他的思想啊 他的一些看事情的角度啊 都蛮风趣都蛮有意思的 所以说你也会觉得他是一个聪明的人 那在长久的这种了解认识接触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人呢 是比较务实的 而且是蛮接地气的一个人 他的生活状态啊 他自己的言语举止啊 都是比较保守的 都是呢 让人感觉到比较安全可靠的状态 所以呢 你就觉得可以跟他有更多的这样一种认识哦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无聊的聚会上面呢 你去跟这个女生进行一个搭讪 然后你们开始进行交流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女生呢 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 让你感受到没有太多的领角 没有太多的那种 骄傲啊 或者是没有太多的那种不屑啊 或者是做作呀 你都觉得他蛮平易近人蛮亲切的 所以呢 带着这种大家互相觉得一种和谐温柔的能量下呢 你们就开始互相的留电话啦 然后呢 互相的开始往下一步行进了 结果在大家都越来越了解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人很适合作为陪伴你一生的伴侣 因为他很有理解心 因为他很有宽容力哦 他会给你自由 他会给你就是很舒服的感受 他不会说因为你没有回他的短信啊 或者是没接他的电话 然后他就开始责怪你啊 或者是开始觉得不舒服 开始去作了 没有的 他是抱着一种非常理解的状态 这是蛮好的 而且呢 他与你之间呢 从刚开始的时候呢 到你们比较亲密的时候 都还是有一些点距离的 那这种距离呢 实际上双方都是更加自在更加舒服的状态 大家都没有在感情中有很依赖啊 或者是过分的这种牵扯啊这种情况 而且呢你们在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呢 在金钱上面也没有太多的一些瓜葛 两个人呢 比如说这一顿饭我请的话呢 下一顿饭可能就是对方他要真正买单 这样的一种状况 他呢都是在追求比较平等的这种地位哦 所以在买单方面呢 在金钱方面呢 都是大家也不是AA制啦 只不过呢大家都会在一种非常和谐的这样一种状态下 并不是所有的约会都是单方面的在支出 他也一定会支出 而且这个人呢 他没有太大的功利心啊 如果这一次你送他礼物的话呢 下一次他一定会记得 他一定会给你回礼的 所以是非常和平非常舒适和谐的这种状态下哦 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牌卡 第一张牌卡是神圣的赞美师 所以呢可以看见他这个人呢是有这种原始的灵魂记忆的 他有可能是有自己的信仰 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信仰的话 他都是非常喜欢动物 非常喜欢大自然 非常喜欢阳光 非常喜欢植物 非常喜欢力量 并且也尊重就是地球尊重这个古老的力量 古老的能量的状况 他也是比较喜欢神秘学的 比较喜欢人文古迹啊 或者是对这种植物是否有生命力 地球是否有磁场 是否有这种神秘的能量 他也是蛮喜欢的 所以在很多时候呢 你们都可以交流到一起去 你们可以去聊一些关于地球能量的事情 关于宇宙吸引力法则的事情 关于奥妙的事情 甚至有可能会聊到UFO 那这些呢都是让他有更多的探索 都是让他发自内心的尊重就是生命 尊重能量尊重宇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人呢 他是很有智慧的人 他的这种智慧呢 绝对不是聪明啊 绝对不是什么肤浅的智慧 他是有很相信自己的解决 很相信第六感 并且呢他也是非常喜欢这种原始的图腾 这种印第安文化啊 或者是古老的那些神秘的文化 他都是蛮喜欢的 因为他很尊重生命 也可以看见他是一个非常珍惜生命 珍惜时间以注重环保的一个人 好接下来第二张牌坎是亲密的关系 所以呢他也是很喜欢浪漫的 很喜欢这种肌肤知青的 他对生活是很注重质量 他并不注重就是要数量 比如说对于自己的恋人 或者是对于自己的物质 他不追求多 但是他要追求好 所以呢在生活中呢 他也是很有仪式感的 我们也可以看见 你们经常可能会两个人 在家里面点一些蜡烛啊 放一些鲜花啊 喝一杯红酒啊 听听大家喜欢的音乐啊 或者是两个人一起进行泡澡啊 或者是他会给你按摩 有时候你会给他按摩 或者是经常两个人呢 有这种亲密的拥抱 两个人可能在睡觉之前呢 都是会有一段时间 大家拥抱在一起聊一聊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聊一聊 关于宇宙的奥秘的事情呀 或者是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呢 你们俩呢 都是依然在这种拥抱的 这种睡眠知识下哦 然后互相亲吻到早安的 所以呢 你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 非常亲密的 而且充满着罗曼提克的 在这个爱爱上面呢 也是非常注重质量的 并不是注重数量的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呢 你们两个人在婚姻状态 恋爱状态中呢 你们会有很多的亲吻 会有很多的拥抱 当你们过马路的时候呢 也会是手牵手的这样一种状况 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 你们会主动的去创造一些 非常有仪式感的浪漫的一些事情 那这些呢 是他很享受 他很喜欢的 并且他的这种能量呢 也带动着你去注重生活 更加的有品味一些 更加的有品质一些 这是让你们的关系呢 是在一种非常甜蜜 非常微妙的状况下 好 接下来我们其他的排卡有 女生气质 另外一张排卡是 男生气场 因为是带着有这种原始的灵魂的记忆嘛 所以如果他是女生的话呢 他是非常感受lady这种女人的能量的 他是不太会喜欢中性的风格 他穿衣服呢 更加是喜欢穿裙装啊 更加是喜欢就是要非常优雅的女士 很注重这一方面 比如说很喜欢手套 很喜欢高跟鞋 很喜欢这种很优雅的帽子 有时候呢 比较怕晒太阳 有时候呢 很注重自己的端庄 也很注重自己的站姿 也很注重呢 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女人味 所以当他年龄越大呢 他就会越来越有魅力 会越来越有女人的 这种独特的这种气质 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呢 他很追崇独特的这种女性的美 这种自然的风韵的优雅的美 所以呢 如果他是女生的话呢 他会越来越漂亮 他会越来越迷人 他会越来越有魅力的 如果说你未来的伴侣 他是男生的话呢 他就很注重这种 gentleman 很注重男生的阳刚 也很注重男生的这种礼貌 很注重男生该有的这种礼节 所以他也是充满的这种成熟的男人味道 那同时呢 他也很注重自己的艺术的修养 除了自己的阳刚 除了自己的这种勇敢 除了自己的这种大胆的这种气场之外呢 他也很注重一定要女帽 有时候呢 进电厅的时候呢 女士悠闲 那有时候呢 他在你身边呢 也会帮你提包啊 也会是 不让你去做这种纵活啊 或者是呢 他也会去 让自己尽量打扮得更加的绅士 他就喜欢穿西装的衣服 或者是呢 比较挺直挺拔的那种衣服 所以呢 可以看见 你们两个人其实在着装上面 都是蛮有品味的 这种品味呢 并不代表你们要购买很多的衣服 而是呢 在衣服的质量上面 你们会非常的注重 所以在外在上面呢 你们都是蛮有修养的 很注重自己是否大方得体 是否有自己性格的魅力的气场的 这样一种状况 这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性格上面呢 你们也是会让自己不断的进取 不断的让自己更加的提升 展现自己迷人的光芒 你们会注重自己的形象 也会注重自己内在的修养 所以呢 从内在外在呢 你们都是不断的越来越帅气 越来越美丽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卡 第一张牌卡是 他想做你的英雄 所以可以看见你未来的这个伴侣呢 你的结婚对象 不管是男生和女生呢 他都是对你有守护欲的 即使他是女生的话呢 他也会守护自己的恋人 守护你的尊严 那守护你的形象 守护你的 哪怕是你的健康 他都是非常注重的 他很维护他自己亲人的这种 形象与利益 如果他有任何的闺蜜 在他的面前讲就是 他的老公不好的话呢 他都会站出来反驳对方 即使不反驳对方的话 他也会觉得这不是他真正亲密的闺蜜 所以呢他对你是很有这种守护保护欲的 那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就不用讲了 就是他一定会让你足够的安全 足够的舒适 因为他有这种奉献这种责任心嘛 所以说你跟他在一起呢 你会感受到安全的 你会感受到自己是非常舒适的 你会有这种被守护的 这种温暖的感受 这是非常棒的 那另外呢 他这个人很注重阳光 很注重乐观 很注重健康 不但是注重物质世界 他也注重精神世界 他希望呢挣到的金钱 是可以让自己的家人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需要自己自由的时间去进行一些户外活动 去进行一些锻炼 去进行一些感受大自然 去进行一些旅行这样的一种状态 他希望呢 人生中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不要有太多的欲望 那是这种享受生活的状态 而不是为了生存 不是为了物质 而去拼命的奔波 而失去了自己享受人生的状态 所以这个人他是蛮理智的 他也是心思非常细心的 对哦 他在方方面面都做的是蛮周到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且呢 他的能量非常的积极 不但是他 他自己希望越来越上进 那自己有更高的品质 那自己能量越来越提升之外呢 他也注重带领的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老婆 或者是老公 还有带领自己的孩子呢 都是在一种非常积极 阳光健康的能量之下 他希望是家里有这种灯光呢 是互相的照耀大家 大家都是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理解状态 那从小的事情来讲的话呢 就是他很注重客厅里面的灯 是否是亮堂的 家里的窗户是否是干净的 那有时候呢 可能他会对于风水啊 或者是对于这种能量啊 对于这种光量啊 他都是比较在意的状况下的 好 第三张牌卡就是 请相信他已经在来的道路上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可以看见你未来的伴侣呢 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现在呢 已经在思考着 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成家这样的状态 他已经准备好要去建立家庭了 而且呢 他现在正在寻找你的道路上 你们的能量呢 也会开始越来越相接哦 你们很有可能在几年之内 就会完成你们建立家庭这样的一种状况哦 因为呢 你们已经在互相寻找的正确的道路上了 蛮好的哦 敬请期待吧 应该很快就会出现了 好 接下来我们的另外的牌卡 第一张牌卡是 天王星突然的改变 启蒙于觉醒 那这张牌卡呢 我们可以看见哦 你们相遇的时候 真的是在突然之间 完全是在一种意料不到 意想之外的情景相遇的 而这种相遇的时候呢 你第一眼你并没有觉得 他可能会成为你未来的伴侣 或者是与你厮守一生 你可能会在跟他慢慢的接触认识之后呢 突然有一种灵魂觉醒哦 那冥冥之中 你会觉得跟这个人有一些缘分的牵连 那实际上呢 你的灵魂突然有一种记忆 那就是曾经可能在上一世 或者是在前几世 你们就是有这种缘分的牵连了 所以呢 之前的可能是不太有感觉 但是突然之间 你会觉得好喜欢他 好想跟他在一起 就是这个人了 你会得到突然的改变 这种感情也是蛮奇妙的 好第二张牌卡就是白羊的脾气 你的这位老公呢 或者是老婆呢 他是蛮有脾气的人哦 平时他是很温和的一样的哈 就可以看见他非常的温顺 从来不发脾气 任何事情你说了算 任何事情你做主他听你的 但是只要你超出他的原则 超出他自己的理解力 或者是真正惹他生气的时候 哇哦 他那个时候牛脾气上来的时候呢 他不但像牛 还像一只到处乱撞的这种羊 非常有冲动的行为哦 所以呢 当他有真正发脾气的时候 完全是不可控的 你呢最好就是 不要激发他的牛脾气 首先在恋爱初期的时候呢 你就要清楚 他真正不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你不要去越界好吗 记清楚了 就是他真正忌讳的事情是什么 他真正最讨厌的事情是什么 你要问清楚 那这个时候呢 你心里就要有一个数了 你就要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触碰的 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触碰的 所以超过他底线的事情 不管你有再生气 不管你有再想让他不高兴 你都不能去碰触对方的底线 好吗 当他的这个冲动的行为上来的时候 很可能去做一些破坏感情的事情 或者是破坏你们之间信任忠诚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 他一生中真正发脾气的时候不多 好吗 请你把控一个度 好 另外最后一张牌卡呢 就是天秤座亲切的外交能力 寻求和谐关系中的平衡 是 所以从所有的牌卡中 我们可以看见 你未来的结婚对象呢 他很可能心盘里面是土跟风 这两个心盘的这个性格是占了绝大部分的 很可能他的星座是金牛座 处女座 摩羯座 天秤座 水瓶座 或者是双子座 他平时呢 都是在一种非常温柔 非常温和的状态 他自己呢 也是情绪实际上是比较成熟的 他自己也是可以自我控制情绪的一个人 他寻求在自己的人生中呢 任何事情都是平和的 那大家呢 都是相敬如宾的 不管于自己的家人啊 同事啊 朋友啊 还是与陌生人 他都是非常有礼貌 他都是非常有礼节的 他不希望自己的人生生活中有太多的冲突 同时呢 他也蛮有这种社交力的 就是因为他很亲切 所以很多人呢 都愿意与他交朋友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与他进行一个交流 同时他也不会去犯别人 他也不会做小人 他做不了小人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他比较诚实 他不会去做一些欺骗的事情 他也不会去做一些就是 伤害别人的事情 他很善良嘛 所以呢 他追求的人生状态 就是一种一把秤一样 就是关系是在非常平衡的状态下 那这个人是很值得深交的人 那这个人呢 他也是值得成为好朋友 值得成为好恋人 值得成为好伴侣的一个人 好吗 所以呢 请你在未来呢 遇见你的结婚对象的时候 好好地珍惜他 只要是不做超过他原则范围的事情 都是可以被他理解 都是可以被他原谅的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为大家分析的 未来你的结婚对象的性格品质了 希望未来呢 你将越来越幸福 那最后就祝大家在地球玩的开心了 亲爱的朋友们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哈喽 亲爱的选择第二组排卡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你的结婚对象 是什么样的一种性格特质等等所有的讯息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张排卡 未来你的结婚对象 他是有老婴的品质的 他是一个勇于抓住机会的人 所以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都是很大胆很勇敢 无所畏惧 并且非常坚强非常独立 有自由精神的人 他做事情有时候呢 可能比较激进 他有时候呢 也会勇于地表现自己 表现自己的优点 有时候呢 也不怕在别人面前展现自己的缺点 所以可以看见呢 他是不会太在乎别人眼光的一个人 他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 他也希望呢 自己不会被任何人的情绪所干扰 所以在恋爱中呢 他希望自己的伴侣也是有自由精神的人 双方互相的在一种自由自在舒适的这种 时间空间下的 而且呢 当自己恋人出现的时候呢 他会去主动出击 当自己的家人 当自己的小孩受到欺负之后呢 他也会去保护自己的家人 维护自己家人的利益 因为他足够的勇敢 他足够有这种承担心等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塔罗牌 第一张牌卡是圣杯二的逆位 第二张牌卡是死亡的正位 第三张牌卡是保健国王正位 第四张牌卡是权杖八的逆位 第五张牌卡是愚人的逆位 第六张牌卡是五角星二的正位 从塔罗牌呢 我们可以看见 那他是一个蛮理智的一个人的 喜欢用头脑逻辑去思考 不太喜欢追从自己内心的感受 他不太相信一见钟情 他也不追求一见钟情 那种白马王子那种浪漫的童话故事的这种爱情呢 是他觉得不太现实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这个人呢 他天生并不是很爱冒险的人 是他勇敢 但是他不去做一些超出他可控范围的一些事情 并且呢他也不会有很多这种浪漫的幻想 他是比较实际的一个人 比较现实的一个人 他明白世间万物呢 都是有他自己的规则 有自己的规律的 所以他很尊重 那规则 他自己呢也是很有原则 很有主见的一个人 同时他自己也是蛮自信的人 他不是那种很盲目的自信 他的自信呢 是很清楚自己的优势 很清楚自己的缺点 所以适合他的恋人 他就会好好的把握去追逐 不是适合他的恋人的话呢 他即使 再喜欢他可能都会是在一种暗恋啊 或者是旁观的一种角色 他不会把自己陷在任何的麻烦中 同时这个人呢也超级有个性的 有时候呢他是比较强势的 因为他是老阴嘛 所以呢 有时候他是大男人 或者是他是大女人 他会有自己做事的一套方案 也会有自己很强的自尊心哦 有时候呢也会有自己的面子的思想 他希望呢自己的伴侣是可以在外呢给他一定的地位 给他一定的面子给他一定的自尊的 他希望自己的恋人呢也是在互相尊重的这种情况下也是 希望呢大家双方都有一些智力上面的一些沟通哦 他并不是很在乎自己的伴侣的外在的形象有多漂亮啊 或者是身材是什么样子啊 他并不是真正的在乎 但是呢他很注重对方是否有跟他协调的人生观 价值观跟他的思想是否能够沟通 这是他觉得非常重要的 并且在感情的世界里面 他会觉得日久见人心 他并不会因为一时的喜欢 或者是一时的冲动去跟别人玩感情 或者是去跟别人进行一个接触 那这是他不要的 他不喜欢人生中有太多情感的麻烦 他不喜欢不断的更新恋人 不断的去更换这种恋爱的这种节奏 这个人还是比较执着的一个人 他不喜欢人生中有太多恋爱的游戏 或者是有太多恋爱的经验 他不喜欢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 放在这种感情的世界里面 因为他非常的理智 他觉得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意义不仅仅是爱情 不仅仅是感情 他跟希望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这一点也可以看见 他是有非常远见的 有一个胸怀大志的一个人 另外出现的五角星二 有可能你们相遇是在一场交际中 或者是一次见面会 或者是在聚会里 也许是他看上了你 或许是你看上了他 当然也可能是通过朋友推荐介绍的 让你们双方在慢慢的深入了解联系之后 最终你们走到了一起 所以你们之间的邂寇很有可能是得到朋友的支持 朋友的介绍 并且因为你们的这种初见面的感觉 看见对方都还是不错 可以去尝试接触的一个人 但是在接触之后就会发现 对方对你的吸引力实际上是蛮强的 对方也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一个人 不是有太多的这种幻想的一个人 同时也希望在感情中 大家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 自己有独立的空间 并不是随时都是紧密联系 或者是随时都在打电话 打那个发短信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呢在一种和谐舒适的状态下 你们就会进入到恋爱的这种关系中 因为在进入恋爱的关系中之前 他已经评断好 要不要跟你长久稳固的恋爱了 他已经想好了你们的下一步骤是什么 所以呢在更多的了解认识之后 你们就顺其自然的就进入了订婚 就进入结婚这样的一种状况 期间呢有可能选择第二组排卡的朋友 你们有的人还会有一些远距离的这种联系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还有可能 你们最刚开始的时候是经过一些远距离的恋爱的 怎么样讲呢就是朋友呢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 把你们加成一个朋友群啊或者是介绍你们互相的社交软件啊 然后你们加为好友然后开始进行沟通开始进行了解的 然后在沟通下呢会觉得这个人还是蛮适合作为自己的恋人 然后慢慢确定的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从我们的塔罗牌可以看见呢几乎你们相遇呢都是因为朋友的推荐朋友的介绍 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牌卡 第一张牌卡是彩虹 实际上呢你的伴侣哦他是一个外刚内柔的人 你不要看他外在把自己保护的非常的坚强啊非常的勇敢啊 或者是有时候比较外向啊看着这种人呢就觉得好像是不太柔软啊 实际上他有一种刀子嘴咒咐心的心态 实际上呢可能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者他的人生家庭啊 让他呢一直在打压自己内心的幻想 一直就在教会自己一直都在督促自己更加的坚强 更加的实际更加的有责任心更加的独立更加的强壮 所以当久而久之你们认识之后呢你会发现他柔软的那一面 你会发现他有时候还是有一些幻想的那一面 你会发现其实他的内心还是有很多这种彩虹的这样的一种可爱的调皮感的 所以呢他真正柔弱的那一面呢只会在最最最亲密的人面前表现 有可能甚至你在结婚很多年之后你才发现其实他内心是比较柔弱的 其实他一直在给自己一些保护色那有时候呢他也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幻想也是蛮好玩的 好接下来看一下第二张牌卡是完美的这种性爱的体验 最亲爱的可以看见呢他是在房市上面的还是蛮有征服欲的他也很享受在那一方面 而你们两个人真正你们确定对方的时刻其实是在你们进去 其实是在你们房市结束之后你们就觉得对了就是这个人了 因为不但仅仅是希望精神上有更多的这种交流智慧的交流 也希望在房市上面你们也是有交流的你们也是有互动的 而且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体验的也是希望大家呢是在房市上面比较开放的 所以在平时呢是比较紧绷了把自己紧绷的非常的正统 或者是把自己紧绷的非常的阳刚 把自己紧绷的非常的一种传统的状态 实际上走入他的世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这种开放哦 他的这种征服其实他也有很坏坏的那一面 不过坏坏的那一面呢柔弱的那一面呢只有在最紧密最亲密的人面前才会看见的 那这种呢也会让你们叹愧到对方的秘密 让你们呢成为对方的唯一的这样的一种心情 好接下来另外的牌卡是意想不到的钱 所以这个人呢他是有偏财运的哦 他很多时候呢都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钱 有可能有时候买一些彩票啊 他会种一些小的这些金额 或者是有时候呢去玩一下比如说玩一下游戏啊 他也会得到很多的金币的奖励啊等等的 他是蛮有偏财运的一个人的 你们永远呢都不会出现这种穷困潦倒的时刻 总有资金总有金钱会出现在你们的账户里面 这个是非常奇妙总会有一些金钱的惊喜 好另外一张牌卡就是希望 可以看见他是一个蛮有远见的人的 而且呢他胸怀大志 他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有大成就的人 他不断的在寻找机会突破自己 那突破自己的能量获得更大的成功 但是他不会去等待机会 而是不断的去寻找机遇 所以在他的人生中呢 他不会把自己太多的精力放在感情中 放在这种小情小爱当中 而是呢他希望去做更有成就的事情 去肯定他自己肯定他自己的人生同时 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并且呢他一定会用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在社交中 也希望呢在恋爱中呢你也会给他足够的自由 让他感觉到是轻松的 让他觉得你是一个可靠的 并且呢也是一个很尊重对方世界的人 好另外的牌卡是 我们这边出现的是伸手这张牌卡 实际上呢这张牌卡告诉你哦 他很尊重你的独立 他希望你是坚强的 希望呢即使在你们建立家庭之后 你都依然去坚持自己的梦想 坚持有自己的事业 他希望你自己是有力量的 他不太喜欢那种撒娇或者做作的女生 但是一旦你有任何麻烦的时候 他一定会帮助你 他一定会支持你 他一直都在你的身边随时准备好 对你伸出援手 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 想告诉你 你的伴侣是非常尊重你的独立的 而且他非常支持你的事业 有时候你可能要在外面应酬啊 或者是呢 有时候呢 你可能不得不去出差啊 他都会抱着一种理解尊重的这种态度 可能你在应酬很晚的时间才能回家 但是呢 他会在家里面给你准备一杯温水 或者是给你准备好宵夜等你回来 让你有一个温暖的舒适的家的氛围 所以你们俩呢 是会互相传递能量的 是会互相帮助扶持的这样一种状态 而且大家分工配合的也是非常的好 好 第二张牌卡呢 就是 他是绝对忠诚的 他只想跟你在一起 他只愿意跟你有爱 即使可能有时候他在外面应酬 他不得不跟一些异性进行接触 但是他也不会跟别人进行调情啊 或者是也不会跟别人进行一些暧昧 他不愿意有这些麻烦的情节 他很有自己的主见 他选定你了 他要跟你进入爱河的话就只有你 他就是那种要爱就生爱 要么就不爱 要结婚就结一次 要么就不结婚这样的一种状况 他不希望把自己太多的心思放在男女的感情中 放在这种男欢女爱中 他觉得是麻烦的 他更多的是有一种大的志向 他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一些成就 所以呢 在你们的感情中 也希望你也会更加成熟一些 在感情中呢 对对方足够的信任 不要去怀疑对方 不要去闹情绪 也不要太过于依赖对方了 希望你明白 大家都有自己独自的空间 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 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状态 你们在一起是一种互相陪伴 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的状态 而不是互相的要挟 互相的束缚 即使结婚了 你依然是有你自己人生的自由 他也自然是有他自己人生的自由 所以不要因为结婚 而为对方放弃自己的个性 放弃自己的事业 放弃自己所有的梦想 那这一点呢 是不会让你们关系更加的紧密的 那这一点呢 并不是会让你们感情更好 所以尊重包容是你们的课题 当然如果你们做到这一点之后呢 你们的感情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那两个人都会感觉 非常的自由自在的状态 好 第三张牌卡就是 嘿 他是蛮有生育能力的呦 所以亲爱的你要准备好 如果你想要有宝宝的话呢 那你们就随时都可以得到宝宝 如果你不想要宝宝的话呢 你们的措施就要做好了好吗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牌卡 第一张牌卡是 写作交谈旅行 那他做事情是蛮有规划的 而且这个人是蛮有智慧的 他会定期去安排家人们的旅行 他会定期呢 与你进行一些沟通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星期六 星期天的时间安排给自己的家人 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 是他自己工作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呢 就不希望 获得太多家人的干扰 所以呢 他是非常有规划性的 他很注重时间 他很注重精力 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 是在一种平衡有规律的状态下 那另外呢 因为你们结婚之后呢 是两个家庭在一起 而不仅只是两个人在一起了 所以呢 可能每年呢 他一定也会安排两个家庭 一起出游的状态 他也很珍惜自己家人们 在一起这种沟通啊 在一起旅行啊 在一起相聚的这些时光 所以他内心应该也是比较细密的 做事情呢也是比较周到的 尽心尽责的这种状态 他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好吗 这一点呢 你不用担心 如果他是母亲的话呢 他就会扮演一个好母亲的角色 扮演一个好老婆的角色 那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 他就会成为一位好父亲 成为一位好丈夫 那接下来我们的排卡是 他会注重精神世界 他会不断的提升自己 他也喜欢阅读 他喜欢让自己不断的接收到很多讯息 有可能他每天都会看新闻 或者是每天他都会看财经新闻 如果他是女神的话呢 他不太喜欢把自己 关在家里面看偶像剧啊 或者是看那些八卦啊 看那些流量明星的一些事情啊 他并没有把自己的重心放在这些地方 所以呢 他将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有气场 也越来越有魅力 同时 心成哲林也是他的准则 他有时候呢 可能会去做冥想 可能有时候呢 会做祷告 或者是有时候呢 会给自己一些独立的时间去安静下来 抄一抄心惊啊 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啊 读读自己喜欢的小说 或者有可能让自己报一个班 去进行学习啊 学习MBA啊 或者是学习一些文化 学习一些知识 他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的语言沟通能力 思考逻辑能力 不断的在提升自己 因为他希望自己是一个 有一定地位跟权力的人 是可以创造出一份事业的人 这也是他有一种雄心的状态 好另外的牌卡是 他做事情是蛮认真 并且呢蛮勤奋 而且呢他是有野心的 他也是做事情比较谨慎的 并不是大大咧咧的人 任何事情呢他都会提前规划 并且呢按着自己的步骤来进行 好吗 那另外一张牌卡就是 他会尽心尽折 他知道自己的付出与收获是形成正比的 他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没有平白无故的金钱 没有平白无故的人际关系 没有平白无故的人来帮助你 所以呢他很明白人情能卵 他也很明白 什么人在他身边是真诚的 什么人在他身边呢只是敷衍去世的 什么人呢与他之间呢只是合作 或者是利用关系的 他分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人是非常理智的一个人 而且非常有控制力量的一个人 可以讲他的内心呢是温柔的 对自己的家人呢他是非常体贴的 他的思想呢是非常刚健的 是非常有策略的 那非常的有这种决策性的 也非常有创造力的 他做事的方式呢就是脚踏实地的 他做事的方式呢可以辛苦的去创造 没有想过一步登天 但是也知道想要到一定高的地位的话 必须付出足够的努力 所以他是那种勤勤恳恳爬山的人 他不害怕有压力 他不害怕人生有任何的挫折 他不害怕人生出现任何的困难 或者是跌倒 他都永远站得起来 他都永远在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创造中 所以可以看见你未来的这个伴侣呀 你的这个结婚对象 他是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人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也要变得强有力 从现在开始 你也要不断的提升你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有成熟的人 更加有担当力的人 更加有责任的人 并且呢坚持自己的梦想 不要在感情中太过于依赖对方 在人生中自己要玩得非常开心的状态 好吗 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做的大众占卜咯 希望在未来呢 大家都是非常幸福的状态 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哈喽亲爱的选择第三组排卡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你未来结婚对象的性格特质 第一张排卡是熊猫 你未来的对象呢 他是有像熊猫这样动物品质的一个人 他是保持平衡并保持他的本质的 看着外表呢是那种憨厚老实 非常可爱没有脾气的 但实际上呢绝对是非常调皮的 绝对不是那种傻傻的 反而是古灵精怪的人呢 实际上呢他很有自己的个性 他跟你相处很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好陌生哦好可爱哦 觉得什么事情都好 当他发脾气的时候 当他有个性的时候 当他有脾气暴走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有多么的讨人厌了 他有多么的厉害了 所以呢也是因为他的这种个性 他的这种反差让你觉得他好有趣 那你觉得你跟他的人生呢 是不停地有新鲜感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他很有可能呢 外表是让人觉得有些迷惑的 或者是呢外表是那种非常安静的 但实际上好像认识久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哇哦原来他真的 有一个淘气的这样一种状态 好具体的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给我们的讯息 第一张牌卡是保健侍侠 第二张牌卡是高塔 第三张牌卡是保健骑士的逆位 第四张牌卡是五角星侍侠正位 从塔罗牌呢我们可以看见哦 他这个人其实蛮单纯的 而且蛮天真无邪的一个人 蛮自由蛮有冒险精神 无所畏惧不太听信别人的话语 有时候呢会比较固执 而且呢他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 同时也是非常乐于助人的一个人 非常好学的一个人 有时候做事呢不会太理智 有可能会比较情绪化哦 平时会比较大大咧咧的 做事情呢你可能觉得没有太多的一些脏法 或者是没有太多的一些规矩 那你不会太容易看见他的能量 或者是太容易看见他的一些表现力 但是呢当真正有大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是特别机智的 他是特别谨慎的 他是特别有能力去处理 所有的危机事件的 非常的有意思 当然我们生活中 不会有很多大事件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他也是平时呢 是把他丢在人堆里面呢 可能并不是非常出众的一个人 但是当真正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他绝对是可以表现出顶天立地的 绝对是可以化险唯一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因为他不断的在内修 他不断的在进步 他不断的在探知 不断的在学习 他对于人类社会啊对于世界啊 他都是充满着好奇心的 不管是艺术啊文化啊智慧啊还是一些技能啊等等的 他都对这些所有的思想有探究的状况 有时候呢会打破砂锅问到底 有时候问到底的时候会让别人觉得烦躁 但是呢他不断的在吸收这些文化 不断的在吸收这些知识 喜欢看书啊喜欢看这些纪录片啊 喜欢看很多不同的讯息 哪怕是新闻他都经常在观看了 因为他希望从不同的地方 吸收到不同的讯息 然后再消化成他自己的 也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种不断进取的心态 在人生中呢他是很乐观的 他是非常积极的 他对任何事情都抱着一种健康的心态 同时他对别人呢也没有这种防范之心 因为他自己呢是对世界有很多的这种 美好的幻想美好的期待嘛 所以呢他自己心地是非常可爱善良 皮翼近人的 只要别人寻求他的帮助 只要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他都会去帮助别人 而且呢这个人有时候也是比较老实的 他很容易相信别人的话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 他不希望人生中有太多的谎言 或者太多麻烦的事情发生 因为他觉得一个谎言需要很多谎言来圆 所以他觉得太麻烦了 那还是诚实最好啦 所以呢他的人品是优质的 他对别人呢都是觉得在他身边的人也是美好的 也是优质的也是没有谎言的 他对每个人呢都是抱着这样的一种美好的能量 所以在他身边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小人来犯他 但是呢又因为他自己一直在一种积极的能量下 所以他生命中的贵人是蛮多的 总有人出现来帮助他 因为大家都很珍惜这种善良天真没有心机的人嘛 每个人心中都是一把秤的 那另外呢他也在今生呢会做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 因为他觉得帮助别人啊分享资源啊或者是分享快乐啊 分享一些好的讯息 他都是觉得很高兴 也是因为他的这种助人为乐 让他呢也得到了很多的福报 所以他的业力关系也是建立的蛮好的 所以在很多突发状况下 在微烂时刻呢也是很容易脱险 也是很容易获得别人的帮助 获得贵人的帮助 那另外呢 他真的是没有太多臣服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好人 他今生是学不坏的 你把他扔在全是坏人的一个房间里面呢 他最后出来可能他的眼神 他的表象是很坏 但他的内心还是很容易被融化 所以这个人是非常温柔是非常可爱的 就是像熊猫这样憨憨的 只要呢你不碰触他的底线 不碰触他的原则 不去故意的激发他的话呢 他也不会乱发脾气了 他也不会乱去展示他的这种个性 当然他的这种调皮的这一方面呢 只会在自己最亲密呀 闺蜜面前呀 家人面前去展现出来 在波士人面前呢 他都是那种很温顺很温和 不多言多语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但是熟悉之后 你会觉得他有时候像一个疯子 所以这种性格呢 也是让你觉得蛮活泼 蛮好玩的 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也是 时刻的充满着这种冒险 就充满着不同的惊喜啊 好接下来我们的另外的排卡是 礼物 他也是非常慷慨 非常大方的状况哦 他知道给自己的家人 给自己恋人 要时不时的给一些浪漫的情怀 送一些礼物 并且呢 要懂得对自己的最亲密的人 给予感恩的回馈 所以呢 他也会给你很多浪漫 给你很多罗曼迪克 如果他是女神的话呢 他也是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小惊喜 他也希望自己的恋爱状况呢 都是充满着互相有浪漫 互相有罗曼迪克的这种情节在的 所以呢 在人生中 他也希望你可以多送一些鲜花给他 你也可以多送一些小礼物给他 这些礼物呢 与金钱无关 只是一些心意而已 那他呢 会感受到非常的甜蜜 他当然了 也会不停的给你 有一些小礼物的惊喜回馈的 好第二张排卡呢 就是恋爱成功 他很重视感情哦 他这一生中 过不去的坎 就在感情上面 他这一生中呢 想把他这个人控制住呢 也是在感情上面 对于金钱啊 地位啊 或者成就啊 他都没有太在乎 他真正在乎的就是爱情 这种纯洁的友情 亲情与爱情 就是完全可以控制他的 他这一辈子都是在这种 情爱中深陷不可自拔的状态 那所以呢 他对你的 只要他爱上了一个人 他就会全身心的付出 只要他爱上了一个人 他决定要跟这个人一辈子的话呢 他就是会把自己所有的真实的一面 展现在你面前 把自己的优点缺点都展示在你面前 因为他没有心机没有心眼嘛 所以他也不会对你偷着藏着掖着 他在你面前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透明的干净的纯真的 所以你完全可以信任他 完全可以放心他 好 接下来我们的恋爱牌卡呢 就是宽恕包容平和有爱心 他是蛮有这种天使气质的 他是很有爱的能量 所以呢 他今生也是很有这种爱的奉献精神 也是有爱的这种爱的磁场的 这个人呢 他的能量是越来越正向的 这个人呢 他是越来越平和的 当他年纪越大呢 他越懂得忍让 他越懂得谦卑 他将成为非常好的一个 爸爸或者是妈妈 将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婆婆 或者是爷爷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且呢 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会获得很多人的尊敬 获得很多人的喜爱 因为他的这种爱的能量呢 感染了身边所有的人 也创造着他的世界 将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完美 越来越和谐 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 另外一张牌卡就是神圣的女性 是的 跟我们的这个 牌卡是比较相接近的意思 那也就是讲 他会成为非常好的家人 会成为非常好的长辈 并且呢 他也会让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人生是充满的多姿多彩的 因为在一种积极阳光健康的磁场能量下 所以他今生呢 也是在一种富裕的状态 也是让自己呢 衣食无忧 并且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去经历去感受生命 去感受自然之美 感受地球之美 他也很喜欢动物 很喜欢旅游 很喜欢植物 在他晚年的时候呢 很可能会开始吃树 开始只吃水果啊 或者是这种 成为素食主义者 并且成为环保主义者 因为他有很深的爱的能量 他今生的人生使命呢 就是给予自己 给予别人这种爱的守护 这种爱的能量 以及这种爱的奉献 亲爱的 你的伴侣呢 是找对了哟 真的是一个非常慈祥和爱的人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另外牌卡 I'm ready 0号 第二张牌卡呢 是我们的 宝剑王牌1号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 Now is not the time 那这张牌卡呢 也说明了 那这三张牌卡说明 你们其中有些人呢 你的结婚对象已经出现了 有可能是你曾经的同校的同学 有可能曾经你的同事 你们呢实际上 会有一种久别重逢之后 进入到恋爱状况 进入到婚姻状况 这样的一种情况哦 可能是久别重逢 重逢之后呢 然后关系更加的紧密 联系更加的紧密 然后呢 会觉得这个人 好像跟你当初认识的不一样了 然后呢 慢慢的接触了解之后呢 发现开始对他有一些心动 现在的他呢 好像更迷人一些 好像呢 更有一种吸引力了 再加上呢 你们又有一些共同的回忆 所以两个人呢 越聊越开心 越开心之后呢 越有这种感情的蒸发 然后呢 就进入到恋情状态 然后呢 大家的关系就非常的紧密 那另外呢 也有一部分朋友 可能你未来的伴侣 就是你现在正在交往的对象哦 你们呢 都已经准备好 要进入到家庭关系中 但是 可能还有一些外在的环境的条件啊 还有一些共同的努力啊 还有一些物质条件 需要去打拼啊 事业呢 需要更多的稳定 导致你们现在呢 大家都在一种 自己的个人状态已经准备好 但是外在条件还没有准备好 进入到婚姻状况中 所以呢 虽然 已经在感情 足够的稳定了 还是在等待天时地理人和 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现在可能还不是在一个好的时机 不过呢 已经看见 对方 你的伴侣 还有可能已经在想要做承诺了 已经在想着 有足够的能力之后呢 要向你进入求婚 或者是订婚的状态哦 好 接下来看我们其他的牌卡 这里有一张是 内在情绪和反应敏感 第二张牌卡是 朋友和社交场所带来运气 第三张牌卡是 细心体贴周到 最后一张牌卡是 那双子座交流调皮 从这四张牌卡给予一个大量的讯息 这个人呢 他很重友情 很重感情 很重情义 他有很多的好运气 来自于他的朋友 来自于社交场所 年轻的时候呢 他会有很多的朋友围绕在他的身边 大家可能就是一个 嬉笑打闹的状况 但是随着年轻的增长呢 随着他自己越来越有成就 他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有成就 当大家有一定的地位之后呢 当大家有一定的事业之后呢 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很紧密的合作的团队 就会经常的资源共享啊 或者是大家互相帮助啊 大家互相扶持的 从朋友与社交友谊场所给他带来一些人脉 然后给他带来一些商机 或者是给他带来一些机会 同时呢 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他不太容易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 可能呢 他会更多的愿意去倾听 愿意去学习 那愿意去接受别人给他的一些意见 或者是去观察 或者是去听去看别人的一些如何成功的一些案例 或者是吸取一些从外在的人际关系中 外在的条件中去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啊 所以呢 当他年龄越成熟之后 他的阅历越增长之后呢 他的沟通能力就会开始慢慢的变强 他会开始愿意去跟别人进行更多的攀谈 愿意去跟别人进行更多的思想上面的碰撞 这样的思想上面的交流 这样呢 也触发了他的潜能 也触发了他的机制 那同时也因为他从年轻的内向 开始慢慢变得更加的外向 所以当他年龄越大 他会更加的调皮 会更加的活泼 也会更加的增加他的丰富的生活 他也会开始从一个不言不语的人 慢慢的变得一个非常能言善变的人 最后呢 变成一个有时候会比较唠唠叨叨的人 但是总体的来说 他不会去讲过多的一些废话 或者是不会太讲去讲一些八卦的事情 因为他这个人的能量是比较积极比较正的嘛 所以呢 他更多的是在语言上面去讲一些 比较尊敬的话语 或者是比较有意义的话语 那在感情中呢 他也会去做更多的有益于感情的一些事情 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啊 会有时候有一些顽皮呀 或者是有时候出现一些三心二意呀 或者是有时候出现可能一点点暧昧 但他不会越界了 跟别人的暧昧呀等等的这些情况 因为他在玩嘛 年轻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定性 但是呢 当年龄越大之后呢 他就会做事情更加的周到 那他这个人呢 也会更加的细心体贴 他也会有自己的做事情的一个准则 所以不会再去跟别人有一些可能暧昧 有一些玩的这样一种状态 不会再有这种三心二意的调皮了 他会更加的专一 而且呢 他会对自己的家人 对自己的恋人 对自己的伴侣是非常的从一而终的这样一种状态 这是非常好的 他希望自己的家人呢 不但是朋友 不但是家人 不但是恋人 也希望像是知己 两个人陪伴的一起去 让生活呢更加的平衡更加的幸福 另外呢 可以看到他的星座命盘里面是水象跟风象的星座命盘带的更多 很可能他是天蝎座巨蝎座双鱼座双子座天平座水平座 或者是他的上升星座呢 是双子天平水平天蝎巨蝎双鱼是这几个星座 所以呢 他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内在情绪的敏感 有时候可能呢 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不可控的状态 但没有关系 毕竟年轻嘛 可以胡道一下 可以学习一下 可以玩一下 当他年龄越大之后呢 他会更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这种 有时候熊猫的另外一面爆脾气的 所以呢 请你放心 在你未来的伴侣呢 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 时间越久之后呢 你们的情感沉定的越足 就像在酿酒一样 就是年份越长 感情越纯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其实是有一种细水流长 这种温情啊 这种温柔是不可替代 两个人呢 一个眼神就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就是会越来越走进对方的心里 是非常甜蜜的 好亲爱的朋友们 那以上就是为大家做的大众占卜 让我们抱着一个期待的心情 来迎接我们的未来的发生吧 希望大家未来都是在一种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幸福的状态 也祝福大家在地球玩的开心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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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